女學生娃娃頭中長髮 穿全套制服 白長襪 黑皮鞋 坐在高職辦公室 第一眼完全看不出 他居然是個男生 說話聲音柔柔細細 帶領沙亞竟然男扮女裝 衣服跟畢業生買來的 穿女裝闖進校園 教官跟老師立刻報警 他是男生 外校 然後進來這邊 這是她的身分證 男扮女裝闖校 發生在高雄市區一所高職 前犯還是名學霸 從熊中 政大到台大碩士 才剛畢業回到高雄 其實我被買女生 我現在就喜歡自分製 女生的制服 她可能要請她往上去買到 這一套女生的制服 買女生制服闖進校園閒晃 被宿舍涉間發現 到底進學校想要幹嘛 我其實只是來這邊閒晃 而且是想要 不要讓這種校外人士 進來都比較好 也有危險的成分在 警方證詢後 把這名變裝的台大學霸 依照社會秩序維護法 移送法辦 但法院判決出爐 竟然免罰 並未做出任何 驚嚇貪人之行為 台大碩士學霸 為了抒壓男扮女裝 闖進高職校園 法官卻判免罰 校方無奈 只能加強校園巡邏 免得讓人有樣學樣 發生危險 記得財務顏王書宏 S小組高雄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 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階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